与球市竞赛 千允泰差名将战戴茨颖和冰娇 我觉得挺好的 2018与球市竞赛 中国女将和冰娇烧造直落二击败越南选手阮翠玲晋级 明天的女单八强赛将碰上我国球后戴茨颖 不过二人生涯过朝七次她就苦吞六连败 也让一些球迷大叹她的千运太差 但她却不以为然 表示觉得能早点遇到小戴挺好的 根据新浪体育的报道 在和冰娇顺利晋级八强后 马上被记者询问谁将是她最大的竞争对手 她虽然表示自己会努力冲击对手 不过也坦诚八强战的对手戴茨颖绝对是她在晋级路上很大的阻碍 和冰娇过去与戴茨颖共有七次交手的记录 不过除第一次赢胜小戴 之后六次交手却统统吞败 而在八强赛就得将与戴茨颖交锋 也让不少球迷大叹 认为和冰娇签迁运实在有够差 居然那么早就得对上帝一种子带滋饮 不过和冰娇对此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签运不好 没错有吧 每次和她比赛我都挺开心 如果她在决赛等我的话 我可能在前面就会先遇到其他对手 不一定能和她交手 所以我觉得能早点遇到她挺好的 而这次不按在自己主场作战 还在自己的家乡江苏比赛 和冰娇也期待自己能有出色的表现 打到现在已经是我在赛前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了 但我也很想赢她